各位旅客您好 我是全方位旅行家 Jomi 前阵子带大家游玩欧洲以后 很多人表示羡慕欧洲人可以不用搭飞机 露露穿越好多个国家 省下许多经费 但其实近在东南亚 我们也可以在一趟旅程中横跨好几个国家 省下买机票的钱 用露露的方式穿越东南亚 如果你拿着大马护照的话 露露穿越这几个国家甚至不需要签证 非常的方便 是啊大马护照就是那么的好用 外国朋友的话可能就要先查清楚 你的护照到哪个国家需要签证了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来展开东南亚露露之旅 第一站我们先从最小的国家新加坡玩起 亚洲到最南端正好就在新加坡的圣陶沙岛上面 说起来真正的亚洲大陆最南端 应该是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当中Pi 但由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有大地相连 新加坡与圣陶沙又有桥梁连接 所以硬是在圣陶沙上面设了一个亚洲大陆最南端 这正是新加坡最拿手的观光行销 小小的一个岛屿没有多少的旅游资源 却靠着文化行销把新加坡的观光页搞得有声有色 现在提到娘儿文化 提到肉骨茶 提到海南鸡饭 很多外国人都会想到新加坡 但其实这些东西在马来西亚都有啊 肉骨茶的发源地更在马来西亚一个较巴生的城市 只是没有多少外国人知道而已 除了美食文化及圣陶沙以外 新加坡还有著名的金沙赌场 环球影城 鱼尾狮 夜间动物园等等 如果有需要购票的话 建议可以在新加坡争宜机场事先购买 新加坡消费变高 买套票多少可以省点钱啊 如果不想花钱的话 夜里还有凉场免费的重头戏 金沙水舞秀及天空树灯光秀 一个晚上要赶凉场的朋友 记得要差好当晚的演出时间 在东南亚 新加坡算是消费最高的国家 所以要停留多久 就看你口袋有多深了 当然如果你口袋够深 又想多拆跟棋子在印尼国土上 也可以从新加坡搭船约一个小时 到印尼的名单岛上 只不过这里的消费值得不便宜 喜欢海岛的话 建议就直接往北向马来西亚 或泰国出发吧 马来西亚最知名的海岛旅游胜地是兰卡威 但我比较推荐的是 东海岸的浪中岛 停泊岛 吉瑞浪岛 只不过这几个岛都在东海岸 要路路过去的话 稍显远了一些 从新加坡经马来西亚到泰国 基本上一路上都有铁路相通 不用去到欧洲就可以体验跨国铁路 途中还可以转车玩一玩 马来西亚的两座世界文化遗产 冰城吉马六甲 还有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 这三大城市算是马来西亚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但其实马来西亚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只是这里暂时先卖个关子 毕竟马来西亚是救命的故乡 一定要另外特别制作一部影片 好好地介绍祖国才对呀 离开马来西亚 抵达河岸以后 基本上就到了泰国 如果想要去泰国海岛的话 可以在河岸转车搭船区的 号称泰国马尔代夫的利贝岛 又或者继续搭乘火车到苏拉塔尼 以这里为据点 转车搭船到普吉 Krabi 或者苏梅岛 在抵达曼谷之前 你还可以停在泰国百年怀旧火车站 华欣 华欣除了有阳光沙滩椰子树以外 还有近年来兴盛的 异国风行主题园区 其中最夯的是 蓝白世界Santorini Park 即访瑞士农场的Swiss Sheep Farm 但相较起这些访欧景点 我更推荐的是 华欣怀旧小镇Point One 因为这才是泰国的创业色彩嘛 离开华欣以后 接下来就来到多次 残联全球旅游城市冠军的曼谷了 而这一座文明世界的旅游城市 就交由下一部影片来介绍啦 下一部影片继续带大家游走东南亚 来猜猜看会去到哪些地方吧 请继续锁定全方的旅游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